原标题 为何有纹身有伤疤的人不能参军 其实是为了士兵的安全考虑军装和钢枪 都是让人敬仰的东西 基本上每个男孩小时候都有一个当兵的梦想 但是等到能当兵的年纪 很多人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没有机会再去实现这个梦想 而失去从军机会的人中 很多人是因为身上有纹身或者有伤疤 为什么有纹身以及伤疤的人不能参军呢 首先岁月静好 是因为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而军人就是替我们负重前行的人 为了保持战斗力 也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威胁 因此 哪怕在和平时期 军人也得每天进行高强度的训练 而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 对人的精神和身体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如果有伤疤 那么在训练过程中 很可能会让伤口再次崩裂 而同一个伤口 两次受伤 对人身体的影响很大 所以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般不会去拥有伤疤的人 其次 还有一些特殊的兵种 比如航空兵和潜艇兵 他们执行任务时多在高空或者深海 气压和我们日常所处的气压有很大的差别 而受过伤的伤口 其实是很脆弱的 不稳定的气压很容易让旧伤复发 而在高空或者深海处 是不能及时有效的处理伤口的 因此造成了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这些兵种也不会招收又伤疤的兵 至于为什么不招有纹身的人 其实是因为 军队是一国武力的象征 同时 也是国家形象的体骗 因此 为了维护军队的形象 一般不会招募有纹身的人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争军时 都有这样的要求 只有美国的少数国家是一个例外 他们的士兵中 有些就是有纹身的 之所以条件放宽 其实也是迫不得已 最开始美国其实也不招收有纹身的人 但是因为残军的人太少 为了满足军队建设的需求 美国不得不把限制放宽 但是 美国招募的士兵中 即使有纹身 也要求纹身在平时必须要用衣物遮挡 而且还有一种观点说 美国士兵的纹身 还有另一种作用 那就是辨识身份 因为每个人的纹身都不一样 所以在战争时期 如果发生意外 在标识牌等可以证明身份的物品 都丢失的情况下 战友们也可以通过 纹身边的身份 不过 像美国这样的情况 只是个例 除美国之外 很多征兵困难的国家 也并没有放宽限制 在伤疤和纹身上 依旧有着严格的要求 然后再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